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在《多破仓穹》最新的剧情里面 清零被墨家给抓走了 而墨家之所以要抓清零 就是因为清零的碧蛇三花筒 碧蛇三花筒可以降服任何的妖类猛兽 是非常稀少的东西 而墨家家主墨城可以讲 碧蛇三花筒的能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教研知道墨家抓走清零之后 于是就带着冰皇迅速的来到了墨家找人 但是由于墨城藏的地方太隐秘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找到 于是他们就直接来到墨城的寿宴上直接要人 最后走投无路的墨城 变成了一个五阶魔兽想劈死一波 但这种魔兽在要老和冰皇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最后本来他们都知道了清零的位置 但是没想到却被突出来的斗荒强者给抢走了 这个斗荒强者正是南疆蛇府的斗荒强者绿蛮 实力要比冰皇厉害的多 即使是硝烟和冰皇一块上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没想到连南疆的斗荒强者 也对清零的碧雪三花童那么感兴趣 好了 本期视频到底要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